今天非常的开心 我们可以邀请到 道屋生机厨房有限公司的负责人 及创办人邱白兰女士 以及我们的开发主任 陈和风先生 母子党 来到我们的现场 接受我们的专访 两位好 你好 想要请问一下 道屋生机厨房有限公司 它其实当初是在我们的 儿子女儿都有一个 过敏反应的情况之下 你没有抱着他们去 不断的到医院解决这个问题 而是你怎么会突然想到 就在食物上面做一个改变 然后结果三天就好转了 这个太棒了 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那个历程 这个是前面当然 它是处在很忧恼痛苦 因为孩子过敏 常常让我是睡不好的 OK 那就在女儿的幼稚园 她发出了一个讯息说 有健康饮食的课程 OK 所以我就想 那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想去了解 不然家里面的孩子还有先生 感冒了 吃药也是没有不见其色 那就后来从健康饮食的这个部分 就去努力 后来我就跟我先生讲说 会很心疼 孩子一直在吃药吗 他说会啊 我说好 我们就是改变饮食 OK 他说那改变饮食要怎么改变 我说其实也很简单就是 只要把我们现在白饭 改成是糙米饭或五穀饭这样就可以了 他说好 我说那还有就是 餐桌上的鱼肉淡奶就不出现了 是 他一听到的时候 这个苦瓜脸就出来了 我跟他讲说没关系 你如果想吃肉 那你就到外面下个面 就可以吃了 然后他想那这样还有转环的余地 他就说好 所以我们开始就是健康饮食 那这个健康饮食 我也称它为叫做干净的饮食 那为什么叫干净呢 就是我们走的吃的就是用有机 然后吃的是有机 那常跑有机店 那常跑有机店就也常就是跟他们分享 我做出来想要跟照顾家人健康的这一些饮品 跟他们分享 然后就这样子 他们希望你把它推成一个商品的一个方式 然后他们可以买得到 长期可以买得到 于是到现在你们就做了25年 而且没有想到的就是你当初照顾你的儿女 然后他们给你一个很欣慰就是他也投入 所以我们的这个和风是开发主任 请问一下和风你开发了什么呢 我开发是有机发芽的易豆腐跟易豆杆 然后他比较不一样的是 他是用有机发芽豆 然后再加上纯盐乳下去制作 纯盐乳是吗 一般来讲会是什么 一般大家做豆腐的凝固剂会是用石膏 OK 那他在政府是列属于填甲物 OK 对对对 所以我们算是目前台湾少数豆制品工厂里面是完全没有化学填甲物 因为我们没有用消泡剂 然后也没有用石膏当作凝固剂 我们用的是列属于食品的纯盐乳 我看你们的这个豆干什么的 就是他会有特别讲说有机发芽 请问一下这个发芽不发芽它到底影响是什么 发芽最直接就是大家知道就是营养会更丰富 消费者都会说我知道发芽营养就会更丰富 对对对对 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些人肠胃不好 他们喝的豆制品会容易脏气 是 对那喝 那我们先把有机豆下去做发芽再磨成豆芽 他的这个状况就会比较缓解 不能说就是每个人一定都可以完全就是不脏气 可是身边有很多人甚至消费者他们都会回馈说 这样喝之后他们的脏气的状况有大大的舒缓 听说你那个是整个部门都去学过 完全就是从基层开始做起 那可是有一段经历你现在回想起来 你现在应该是不用去顾锅炉啦 就在煮豆浆的时候那个泡泡的一个问题 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吗 那一般有一些人说我不喜欢喝豆浆 豆浆有豆青味 对那其实豆浆在我们的认知中 他不是说就是煮滚煮到100度他就熟了 是 豆浆从生姜到熟姜的过程中 他需要100度然后反复的下去做沸腾 ok 那因为豆子里面有一个元素他是叫肇素 是 那这个肇素如果完全没有没有完全沸腾煮掉的话 有一些人喝了之后就会容易拉肚子或者肚子跑 嗯 对那包括大家说的豆青味啊 有时候也是因为豆浆煮的不够熟 嗯 才有可能会导致这个口感跟状况的发生 ok 所以到现在这个部分都还是要有人去顾着 对我们就是为了不添加消泡剂啊 所以我们就是请一个人他就顾着果子这样 ok ok 好哦 那其实我们的白蓝啊 你基本上那个时候为了所谓的这个原料啊 比如说我们第一款叫做莲藕杏仁奶对不对 那他的一个原料就是每一批都不一样 那杏仁是有香味的 我们怎么会接触到有那种没香味的 结果你那时候是怎么处理 哦 这原料啊因为我们是不添加香料的 嗯 那原料他是怎么样呈现 是 我们做出来就是就是他的原味 哦 那一次大概十几年前哦 嗯 嗯 嗯 做出来的 嗯 杏仁啊完全是没香味 是 那没香味的话只好就是要跟消费者 跟我们的客户说 说哎那 嗯我们这一次 这一批做出来的原料是没香味哦 嗯 消费客人啊他是说 没关系 嗯 他知道我们就是走了就是健康的路线嘛 是 嗯 然后我就想 但这也不是我要的 嗯 嗯 然后我就开始 我就开始 中区 我所知道的 只要他是有进口这个男性的 我就去试 OK 好 那中区都没找到我要的东西了 嗯 一样都是没有香气哦 嗯 然后再 我又往南部走 嗯 那南部 嗯 因为我是南部人 是 往南部走 那南部我也是找了好几家 一样都是没有香气 OK 哇那这样怎么办 往北吧 台北找 一样 那等于是现在的市场 那 那个东西都是这样 嗯 然后最后我就问我 我跟我们进口的 那个 嗯 供应商我问他说 那怎么会这样 嗯 他问我说我是怎么煮啊 嗯 我说我们就是洗一洗 然后再 我们会经过死磨 嗯 然后煮沸 冲田这样 嗯 他说没有人家这样做的啦 嗯 都是加香精 加下去这样子 这样的香味啦 都是人家都是这么做的 嗯 我想 哎我是要照顾家人健康的 嗯 所以我肯定是不会去放这些 香精下去啊 是 所以我就跟他讲 哦好 那我知道了 嗯 那我就想 那我北中人都找 都没找到了 那好吧 那我就去市场 索性去市场找找看吧 好哦 就到市场去啊 那也闻到一股淡淡的香味 是 不是香精那种刺鼻的香味 是淡淡的香味 然后我就很高兴 然后我就跟那个老板讲说 老板 你现在在那个抹粉的 那个 那边的原料 你可以让我试试看吗 嗯 他说一样啊 跟放在前面的 都一样的 你就试前面嘛 嗯 我就跟他讲 老板 拜托啊你后面那个给我试看 是 是 他说一样的啦 哦 拿起来试 全部拿起来试 一样是没有香味啊 嗯 然后我就跟老板再拜托 拜托啦 然后他给我 给我那一颗 我把它放在我的舌头上 嗯 我发现那是刺痛的 是 哦 舌头是刺痛 我就知道 哦 原来 好 我就跟老板 对不对 那就加了香精 是啊 我就跟老板说 好 谢谢你 嗯 所以你的舌头是藏得出来的 那个有没有添加 基本上就是这么的明明白白 尤其我们已经吃了那么久的 没有添加的 所谓的干净饮食 就是我们不添加这些东西 对不对 对对对 不健康 是 OK 那所以在我们的这个盗屋生机啊 发展到现在我们说了25年嘛 那我们还是讲一下我们的一个短中长期计划好不好 嗯 好 以短 短期来说 当然你先以我个人啊 嗯 个人话 嗯 自己觉得就是说 嗯 自己的一个触发心 是 就是原来的一个想法里面就是 为了要照顾家人的健康嘛 嗯 所以一样我就是以 嗯 照顾这个消费者的健康为前导 是 这样 那下去从事 嗯 产品的开发跟经营 嗯 那开发上是 有和风 他会 嗯 主力开发啦 OK 嗯 那以中长期来说 经营 嗯 永续经营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是 好 那永续经营上来说 因为我们走的是有机嘛 嗯 那有机对土地 他就是一个 嗯 可以恢复土地元气 光复 光复土地的健康这样 嗯 所以这个 然后再就是在我们人力上来说 嗯 同事的人力上来说 我们也会 就是说可以接受啊 嗯 身心比较有障碍的 是 学习能力比较低的 嗯 我们可以让他 嗯 进来公司里面学习 OK 那我们会陪伴他 嗯 希望的就是 他能够 慢慢跟上公司的脚步啊 嗯 嗯 这样 虽然 这一些 这一种 接纳来说啦 嗯 对公司的人力上的成本 其实他也算是蛮高的 是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的责任 我觉得应该要这样去做 嗯 OK 所以就是这个是很符合ESG的精神 因为ESG其中就是有一个 我们提供良好的就业机会 对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有想算去做 那回到这个和风身上啊 就是说 嗯 你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到 你会投入到这个 嗯 倒屋生机厨房有限公司吧 对 你原本的一个专业是什么呢 我原本的专业 我大学是 也 程式设计还有网页的设计 嗯哼 对对对 那 后来因为 我大三的时候 我就进到工厂去 嗯 那那个时候一个一个做之后 我最后发现其实 工作为了赚钱以外 就是 我能够帮到更多人 这是很好的事情 嗯 它是一举两的 所以最后才想说 那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就来公司帮忙 嗯 就是一部分赚钱 那再来就是 我可以就是 开发好的产品 嗯 给一些可能需要的人啊 或者是 吃的时候还可以更健康 不会造成身体负担 是 所以就是 你目前就是 尤其是母亲 她把这个公司经营到现在 真正要交到你的手上 她先让你去 有这个机会去开发产品 那基本上 它占许你一定的时间 可是在这个消费者的一个接触上面 你也是很用心思 然后让大家可以 认识我们这个品牌 对不对 对啊对啊 嗯嗯嗯 那这个部分 其实比如说像这个 豆干啊什么 都是他们不断的跟你表达 要表达出 这一定的量 你才有办法去开发 对不对 否则没有市场 我们怎么办 对啊 所以我们一般我们现在的产品开发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 消费者会 有很多消费者都跟我们反映 我们需要有就是发芽的豆子品 那所以我们就开发这支产品 是 那因为我们是没有添加 所以我们用纯天然的方式制作 那所以这支的产品开发的时程 也用了两年多的时间 OK 两年多 那之后公司会再有什么产品 会以消费者为导向 对公司需要什么产品 就是消费者打来跟我们讲 哦我们需要什么产品 然后我们市场有什么需求 那我们就会去试着研发 那因为研发过程中 我们是用纯天然的方式 所以他研发时程就会是比较久的 嗯 好哦那最后一题给到你就是 那个倒屋生机厨房有限公司 为什么要取倒屋这个名字啊 倒屋这个一开始啊 倒屋是指做骨类的酱 嗯骨类的产品 就是米浆的部分 嗯哼 对然后妈妈也希望就是 嗯这个产品 嗯我们公司就是可以 顾到家人健康 是 所以我们 嗯第一个字用倒屋的倒 就是代表倒米的意思 骨类的意思 那第二个就是房屋 那房屋就是大家在房屋里面 就是很温馨很温满 嗯 所以倒屋这两个是这样来的 哦 照顾到安全感 那个就是 反正她说的对吗 是啊 哈哈哈哈 好哦有传承有传承到 今天真的非常的开心 我们可以邀请到 倒屋生机厨房有限公司 我们的负责人 创办人 邱白莱女士 以及我们的开发主任 河峰先生 呃 真的一路走来 靠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能够走 走过25个面头不容易 那未来我们还会有更多更多的产品 那其实我们现在也搬到更大的地方 然后增加这个产品线是势在必行的 那希望就是消费者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地方 呃 你们的这个产品是在什么通路上面可以看见呢 哦 目前通路就是三大的有机通路 包括立仁 棉花田 跟圣德克斯 这三间的通路上 那再来就是其他地方的有机店 有一些我们也有通路在上面 加油 再开发更多的通路轻袍一点 嗯 谢谢你们两位接受我的粘房 谢谢 谢谢